五个专家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个中学生给解决了 我问他怎么解决的 他说 李老师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汽车是大轮毂 他说汽车大汽车轮毂 这个他是装重的 大货车嘛装重 这个装重啊 尤其是跑山路的时候 夏天啊会有一个问题 刹车片过热 当刹车片过热的时候 一会出现刹车失灵 二可能会爆胎 危险极大 所以我们会发现 很多大货车走山区的 在他的车的后边有一个大水箱 水箱有个水管 直接到轮毂上 一到下坡的时候 那个水就开始往下吃水 吃 干什么 赶到轮毂上 我们就会看到轮毂 冒热气 降温 他说我的员工 就是根据这个问题 给我们 研发出了 自动降温型轮毂 哇 自动降温型轮毂 而且申报了国家专利 就这一项专利 为企业 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营业额 因为自动降温型轮毂 它的价格要比普通型的贵四分之一 各位听到了吗 虽然贵了四分之一 但所有的客户一看 哇 自动降温型轮毂 好 我们还是买这个好 因为什么 省事了 安全系统高了 所以各位 一个普通的员工 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一线 所以一线的才是专家 有一个纪实篇 我特别喜欢 咱们中央电视台的 叫劳动者之歌 在那上面 我看到有三个人物 我记得清楚 一个是天津港 一位开装载机的 开装载机的一位师傅 多年开装载机 后来通过自己研究 他把装载机给改了 过去装载机是 大抓下来 到了料上 抓上 提起 到这边放下 打开 后来通过他的改良 这个抓在空中 还没有到料上 就自动打开了 一粘上料 就抓上了 然后自动提起 到这边还没等着 到车厢就开始逐渐打开 等到车厢 正好把料放完 就这一个动作的改变 过去是下来抓上 过来放下 现在是空中打开 建料就抓 起来 空中打开 到底放完 就这一个动作的改变 使他的装卸能力 提升了多少 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在二十次当中 就增加了一次 二十次当中增加了一次 每年为天津港 增加收入 几千万 所以他载入了史册 走上了央视的 劳动者之歌 河南铁路段 有一位 拿着小榔头 就是火车一进站 我们坐过火车人都知道 会有人拿着小榔头去敲那个火车的轮子 当当当 听声音 螺丝有没有松动 有没有各种声音 那这位师傅 他研究出了 带上听诊器 医生的听诊器 把听诊器搁在车上 敲当当 这样是不是听得更清楚 所以他连续工作 近十年没有出现过 一起 他工作范围内的事故 那么在三西的大同 有一位在煤矿底下的工人 因为这个煤矿越挖越深 这个电路就越走越长 电路越长 电压就会越低 所以到最后 当机器伸进去几千米以后 每次启动这个设备 都要半个小时才能启动 后来 这个工人 把他通过自己的观察 把两台设备一次性启动 改成两次 两台设备 两条线启动 就这一向改变 过去要等半个小时以后 才启动设备 马上就能启动 每天 每次启动 解约半个多小时 也为企业 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效应 也被载入了劳动者之歌 各位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只要你啃动脑筋 在一线 还有太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只要你啃动脑筋 你随时可能都为企业 能创造一个 鲜为人知的专利 谢谢 成果和收获来自于创新 所有的创新 都来自于用心 人心在哪里 收获在哪里 我经常跟企业家们开玩笑 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主管 你的员工心在哪里 有时间你要多关心他们 企业家们问我 李老师我们怎么关心呢 我说有时间到他们宿舍去看一看 检查检查卫生 看看他们宿舍里 自己有没有津津有条 各位 习惯很重要 一个干净利索的人 你会发现 他工作的环境干净利索 你到他宿舍一看 也是干净利索 有人如果你发现 他在工作环境当中干净利索 到苏这里头拉拉塌塌 我来告诉大家 之所以工作里面 工作环境当中干净利索 并不是他的习惯 是因为制度 正如那句话 人自出 性能懒 要想不懒 制度管 他之所以能把工作环境搞好 是因为有制度搞不好 他可能会受到制裁 所以他搞好了 为什么宿舍环境不好 是因为没有人制裁他 所以那是他的本性 第二 你看看他床头放的书籍 你就知道他心在哪里 他床头放的全是武侠小说 他的心在武林大会江湖上 他的床头 放的花花公子 他的心都在庙间 他的床头放的全是工具书 管理书 技术书 这些书 他的心就在他的专业上 人 你记住 心往哪想 他的视线当中最关注什么 视线当中最关注的东西 未来就会到他身边来 吸引法则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欣赏谁 谁慢慢会跟你成为朋友 没有说我特别讨厌他 我讨厌讨厌成好朋友了 那讨厌讨厌还嫁给他了 那是胡说八道 吸引法则 你喜欢什么 你放心 只要有条件 说这人特别喜欢狗 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养一大堆狗 这人特别喜欢花 你发现他家里不会养一种花 这人特别喜欢鱼 你发现他家里不会养一种鱼 有人说他就喜欢这一种鱼 他特别喜欢这一种鱼 你发现这种鱼他不会养一条 OK 这叫什么 吸引法则 你特别喜欢什么 你特别关注什么 特别关注什么 你特别留意什么 特别留意什么 你特别研究什么 你特别研究什么 你特别喜欢什么成为自己的 谢谢 成功职场的关键 多忙不重要 为什么忙才重要 选择正确的方向 哎呀 熟利老师我太忙了 我每天都忙死了 你一定要清楚你忙什么 当我每次在培训的时候 总裁班的时候 包括我在清华 给总裁班 MBA EA EAMBA班上课的时候 如果上着课 哪个学员的手机一响 我就问他 你很忙吗 有的学员跟我说 是 我特别忙 这么忙就不要来学习 不行 我就觉得学习很重要 我说学习重要 那你今天接电话就不重要 就把电话关了 他说关了可不行 我说证明你企业规模太小 我说为什么 我说你不能关手机 证明所有的事 不能找到一个临时 可以顶替你的人 既然人临时都不能顶替 证明你企业太小 如果是一个大的集团 你怎能可以 所有的事情亲力亲为呢 我们今天看到了 大集团的上市公司的 人家企业比你大吧 人家老总还可以去打高尔夫呢 还可以去度假呢 你有而且你发现 他不是手机忙的放不下呀 你包括我们基督特教育集团 企业不算大 那他也有那么多公司 那李强老师每天到处演讲 那你们有没有见过 在这讲了讲了个 不好意思啊 接个电话 讲了两个不好意思啊 打个电话 你们在哪里见过 很简单 各位 忙没有头绪 不知道忙得彼此轻重 就会瞎忙 乱忙 忙得没有效应 忙得没有效率 要去做最有效率的事情 所以多忙不重要 忙要看你忙的是什么 企业家永远要清楚 你该你管的是什么 员工永远要清楚 该我做的是什么 哪是分内的 哪是分外的 哪些是急而不忙的 哪些是忙而不急的 急而不忙放放 忙而不急放放 又重要又该忙 那就马上把它办掉 一分钟都不懈怠 什么是最好的执行力 讲执行力 讲时间管理 不用讲三天 用三十秒就够了 听到想到 马上做到 这是最好的执行力 听到想到 马上做到 这是最好的时间管理 谢谢 最简单 汇报工作说结果 总结工作说流程 请示工作 说方案 回忆工作 说感受 在我们工作当中 一定要清楚 我们这四个程序 所以叫成功职场的关键 汇报工作的时候 什么呀 说结果 第一句话 不要今天我问你 会场布置怎么样了 你先不告诉我 会场布置怎么样 先跟我说 去了以后多忙 多少人的 这个地方难 那里找张灯子 这些没有意义 你首先要告诉我 第一句话就是 任务完成了 您放心吧 明天顺利开始 要汇报工作 说结果 非常重要 总结工作 说流程 不到了总结了 咱们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此次活动 办得怎么样 大家说 我在接待的时候 我发现 我笔没有够好 结果写了写的没油了 这次我在接待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水不到位 中间有人喝水没水 总结工作说流程 说我们的流程 哪里有问题 通过总结 找到问题 解决问题 找到短板 提升短板 这样才是总结工作 请示工作 说方案 我们很多时候说 李老师 我今天在企业里头 我很想让领导 为以重任 我很想让领导 给我一个担子挑 可是为什么领导不给我 第一 我经常说 你是否具备 被人帮的条件 每个人都需要 别人的帮助 你是否具备 被人帮的条件 第二 你是否具备 承载他的能力 你是否具备 承载他的能力 为什么呀 董事长 这事让我去做吧 董事长说了 你怎么去做呀 我怎么去做 这你甭管了 叫预事拍胸脯 请示工作 拍胸脯 老板放心 这事我行 老总放心 这事我行 经理交给我吧 拍胸脯 遇到困难 拍脑袋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出了事情 拍屁股 走了 这三拍干部 绝不可要 请示工作 拍胸脯 那是错的 请示工作 说方案 说董事长 这事交给我做吧 那你怎么做 一 我找谁 二 我怎么沟通 三 我怎么交流 四 我怎么签约 五 怎么样回款 六 怎么样向您汇报 流程 方案说好了 这个时候 别人把事情交给你 才放心 天经让我去吧 你怎么去啊 我不知道 我问吧 这不行 你怎么去啊 一 我已经有地图了 二 我已经打听好了 从北京哪里坐车 到天津多长时间 我几点下车 从天津下了以后 坐什么车 到哪里 然后到了以后 怎么约他 在哪里见面 这个事怎么办 OK 把方案说出来 这叫请示工作 说方案 回忆工作 说感受 说到今天大家 咱们都回忆来 过去我们的工作怎么样 我们该感受了 说今天到下午 我们结束了课程 大家回去了 回去以后 大家回忆一下 昨天李强老师 都讲了哪些课程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感受了 通过昨天的课程 我收获了什么 通过昨天课程 哪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 哪句话波动了我的心弦 哪句话 让我感觉到 在我职场当中 太重要了 太正确了 这是什么 回忆工作 说感受 要把感受说出来 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企业总结的时候 没有发现 我在我的培训当中 也发现非常多问题 明明大家做了一个活动 我跟大家说 请问这个活动的感受是什么 举个例子 人海茫茫 我们做一个活动 然后以后 让大家谈一谈 活动的感受 知者会告诉我 李老师 通过人海茫茫 我发现 人生就是这样 朋友 你不去珍惜 擦肩而过 人海茫茫 再早太难了 通过这个活动 我懂得了珍惜 而有人上上说 李老师你知道吗 从我蒙上眼睛的时候 我在想 肯定给我分开 所以我们俩就约好了 在哪见面 后来我们俩就找着了 俩字有病 因为这个时候 我要的是 你分享结果和感受 不是让你分享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叫什么 阐述 一定要清楚 为什么你不说话 反而喜欢你 你一说话 人家就讨厌你 原因是 该说的不说 不该说的乱说 该你说的时候说不出来 不该你说的时候 你说了一大堆 所以亲爱的朋友 在职场当中 很多的时候 确实是有学本 成功一定有原因 失败一定有道理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 善于总结者 结为智者 谢谢 本产品由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制作 北京中智信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 高端前沿深邃理性实用的管理培训类优秀视频教材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北京中智信达系列产品 以企业的培训需求为导向 以解决企业管理实际问题为目标 传授最优秀的管理理念 技能和方法 推动员工的职业化 与企业管理的规范化 帮助管理者及其企业走向成功 我公司已经陆续推出 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著名教授 国内一流管理培训师 和在惠普、盖洛伯等著名企业 担任过高级管理岗位的职业经理人 主讲的国学智慧系列 国学应用系列 著名高校MBA核心课程系列 实战系列、名师系列 专业绩效考核系列 总裁汽车办理系列 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系列等十余种系列 百余套产品 同时 我们正与国内培训行业 具有最高知名度的老师合作 更多产品在研发之中 详情请登陆 www.bjzzxd.com 100.sme.gov.cn 敬请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置信达 致力于研发 高端、前沿、深邃、理性、实用的管理培训产品 咨询热线4006501280 24小时咨询热线 1358185068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